大家好 又是我施建章比赛马深水的时间 这次我在HOSER的环节 我精选了三班千四的赛事第四场 有一枚他上次的表现不错 我觉得他这次有一个好档 应该他有机会在这次赛事里出头 立刻和大家重温他上次的跑法 和大家看看这枚闪得快 在上次10月10日的表现 闪得快是哪一枚呢 就是6号那一枚 紫紫地色衣服 红色就那一枚 而现在出集大约在第四位那一枚 在外甸一路走在灰马旁边走 那一枚就是闪得快 现在拍着灰马旁边 红色就那一枚6号就是闪得快 拍着旁边11号那枚灰马 埋便的高耀智青就是他 一路其实这一场马就下 周俊乐都骑得挺好 他手在一个都不错的位置 他因为他初头如果是在内栏 其实就会塞车 那他稍微把一枚马走出去 意念那边走到山柜 放头看到3号那枚是红王 杯马很容易形 7号是红衣王那枚是日日形 然后还有4号那枚紫白格子3 就是金装令 进到直路的时候 看到这一枚我介绍给大家的闪得快 他就真的闪得很快 出到来这个时候 前面的红王就首先出头 跟着那一枚金装令就上去挑战他 他这段后径最后200 其实冲上来都真的一样 虽然前面那两枚马就傻傻追上来 但是他真的追上来都没有断过 和那枚马打下去都有反应 最后来其实这几步差点 就真的可以追过那枚红王 但是其实这场马 周俊乐的发挥都不错 在这场里面他就拿了个绿档 都叫做发挥都正常 那这次其实未来也是 跑回这个沙田千四的赛事 他有过上一次的经验 那我觉得他这次的机会也好 二档 周俊乐还有三磅减 118磅而已 磅又轻 这些对手应该比红王 和金装令那些就不太猛 所以这次抠实这个环节 记住这个第四场 10号的闪得快 就是我给大家的推介 OK 介绍完这个环节之后 大家记住留心我们的推介 和留心我们的节目 这次我们精选了很多好东西给大家 希望大家星期一大赛日 一起赢多一点 拜拜